你知道反派最恨的奥特曼是谁吗 每当他们的阴谋将要得逞时 总会有那么几个碍事的家伙 让他们勤功尽弃 只要这几位还在 反派们就永远不会安心 今天阿泽就为小伙伴们 拍脸反派们最想除掉的 六位奥特曼 一起来看看他们都是谁吧 其一 Nexus 威胁程度 EX 作为奥特曼系列作品里 最神秘的一位奥特曼 Nexus凭借优秀表现 和bug的真身 慕容置疑了成为的反派们的眼中钉 别看Nexus在自己的TV本篇表现得平平无奇 当然别忘了 他的对手可是实力远超怪兽和超兽的异生兽 无论哪一只单独拎出来 在其他奥特曼TV里 最似都可以当一个中期boss了 例如XTV第22话 拜格巴尊布鲁德打了X一点脾气都没有 危机时刻还是Nexus赶到支援 才可以消灭拜格巴尊布鲁德 可见他平时打的都是什么神仙 就凭Nexus的实力 只要插射其他奥特曼的事 班派的计划高低得黄了 另外Nexus是为数不多 自己TV不满血 别人TV不吃别的奥特曼 在离开自己的失能者后 Nexus的战斗里程爆炸式增长 在奥特银河格斗命运的冲突里 初始形态下的Nexus 就已经可以轻而易举的压制泰坦 竟然为青年形态后 更是一敌二占据优势 如果不是他放了一个太平洋的水 恐怕泰坦和蒂布特 就别想活着走出Meta领域了 而Nexus的真身诺亚奥特曼 更是重量级 这可是谁都惹不起的存在 万一你把他惹极了 净化成诺亚 后果你懂的 所以赛罗阻止小金人 实际上是在救他 众名的高师傅 也是位列反派 最想消灭的奥特曼 潘昂马榜首的存在 虽然高师傅爱好和平 与世无争 甚至是提出奥特曼 与怪兽和谐相处的大善人 但有句话说得好啊 皮肤无罪 怀彼其罪 高师坏就坏在自己 高级融合材料的身份 神秘四套里面的两位 都和他战边 只要消灭了他 这等于神秘四套 直接没了两 在奥特银河格斗巨大的阴谋里 高斯和杰斯基斯 受到了德拉西翁的指示 前往帮助爱丽老师 消灭鲁格赛特 正当众人 完成任务拉家场的时候 小杰仁这个老六不将武德 来骗 来偷袭这帮 毫无防备的奥特曼 一记绝对会面 将他们打翻在地 按照传统功夫 小杰仁本该是点到为止 可他非要作死 高斯和杰斯基斯 同时在场的情况下 他居然敢对着他们开大 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当雷杰多登场后 小杰仁连技能都不敢吃 直接光速开润 虽然吓退了小杰仁 但高斯在这里 融合材料的身份 也为他在日后带来的麻烦 杰斯基斯 常年待在德拉西翁的身边 小杰仁无法对其向首 所以只能将目标锁定在 行星中廊上的高斯 紧接着在奥特银河 格斗命运的冲突里 小杰仁就派遣手下 前往行星中廊 消灭高斯 直到小兵的说出进攻的原因 高斯才反应过来到 自己高级融合材料的身份 早已让他们成为了 反派最想除掉到奥特曼之一 其三 塞罗 威胁程度 一零 这位就更是重量级了 作为原武的情节 塞罗换了反派们 不知道多少好事 打字他登上荧幕开始之后 反针对光之国的多次计划 基本都被他搅晃了 塞罗首次登场的超约的传说 贝利亚将中奥揍了一顿后 拿走了火花塔核心 而塞罗扎着自己的新手保护器BUFF 硬是压着贝利亚打 最终联合其他奥特曼 都会火花塔核心 一跃成为光之国的英雄 而自从塞罗在多次议宇宙 获得了帕拉基之盾后 就在客船的道路上 一发不可收拾 无论是银河剧场白里 给银河维克利视讯 还是OPO XTV里 作为前辈客船救场 几乎所有的新人奈奥特曼作品里 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至于后期塞罗本人 还没有到场 反卖就知道 是某位麻烦的家伙 过来找事了 而塞罗的平凡客船 也帮助了新生态们成长 是他们的实力 逐步增强最好的例子 就是在新世代英雄里 奥特恨人杀手 本来都把新生态打惨了 结果这群残血的新生态 回避起了与塞罗的点滴 直接迸发出了强大的战力 将局势瞬间逆转 自己实力强大 客串平凡不说 还能影响强化周围的奥特曼 更重要的是 他也是融合赛家的关键材料 再说成为反派想要除掉的奥特曼 是理所应当的 第四 格力乔 危险程度T0 相信也许奥伴看到这里 一定是一脸懵逼的黑人问号里 阿泽你是不是在耍我们 咱们 哈皮猫也能成为反派 最想除掉的奥特曼名单 诚然格力乔作为奥特曼系列作品 也为数不多的女奥 他的各项素质都非常一般 但格力乔却是一个实打实的奶 而且奶量还非常惊人 在罗布去场里 罗布兄弟和杰德 被拖累基亚联合黑力打到闪红 结果格力乔登场后 和玩一样的扔出几个小球 三个人就瞬间满血满篮满状态了 试问如果放任他 不管反派还怎么玩呢 而且格力乔还能联合罗索布鲁 融合出究竟要真理战士格罗布 而格罗布能和其他新人代合体 诞生神似之下的第一人 令家奥特曼 即使强如古娃大帝 在令家面前也只是一个普通小怪罢了 这所谓擒贼先擒王团战要打后方 格力乔虽然实力不咋地 但他拥有高额奶量不说 还是格罗布和令家融合的关键材料 这下小伙伴们知道 格力乔为什么能成为 反派最想消灭的奥特曼之一吧 七五 泰罗 威胁程度第一 泰罗无论是身份还是实力 在整个光之国里都是绝对重量级的 作为光之国的皇太子 泰罗拥有奥特六兄弟的最强战力 除去夸张的技术数值外 他无论是格斗剑还是光线剑 在整个光之国里都是排在上号的 况且泰罗拥有bug的奥特的心脏 如果真打起来 他将是反派最棘手的对手之一 况且泰罗也能融合奥特六兄弟的能量 变成为超级泰罗 其屁下宇宙奇迹光线远不是正常怪兽能够抵挡的 纵观超级泰罗的两次出场纪录 无论是融合了昭和时期所有怪兽力量的古兰特王 还是光之国最大的敌人之一的宙达 都无法接下这招 除此之外 泰罗还是宇宙奇迹队的首席教官 他为光之国培育了无数强大的战士 无论是前期蔡如晋 后期强如迪的孟比优斯 还是在泰罗的指引下 不断变强的银河和新生代 都离不开他的指导 虽然连令家的诞生也和他有关 所以反派们如果能相遇泰罗 不仅能让昭和顶尖战力 抄戒泰罗消失 凭借他的地位也会让光之国的士气 遭到严重的打击 所以泰罗必将会成为反派 最想消灭的目标之一 其六 赛文威胁程度第一 作为光之国普世物化的文官 赛文按理来说 不会成为反派最想消灭的奥特曼 但坏就坏在 赛文实在是太过于离谱了 作为一个柔弱的文官 他认真打起来却比谁都猛 无论是什么外星人怪兽 赛文只要看上一眼 就能将其弱点分析出个七七八八 搭配自己突出的格斗技 能够做到最短时间 迅速消灭目标 在欧布巨场版 羁绊之地借用一下地 面对装备了戴亚伯利古 加农炮的萨迪斯 欧布三位一体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而赛文一斤登场 就迅速找到了他们的弱点 一记投标皆丝滑练招 直接轻松击败萨迪斯组合 高战的格斗技 搭配极高的战斗技巧 使赛文成为了奥特兄弟里 最难对付的一位 反派想要战胜他绝非易事 另外赛文还是一位优秀的教师 比起帮助奥特曼消灭怪兽 赛文更多的还是指导他们战胜怪兽 将自己的战斗经验和技巧 都传授给他们 无论是雷欧还是欧布 甚至是赛文自己的儿子赛罗 都离不开他的教诲 至于这三位什么水平 我只能说懂的都懂啊 能文能武 个人能力突出不说 二位光之国训练出了多个怪物 如果反派不出了他 天知道赛文后续 还会为光之国训练出多少顶尖战列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以上六位奥特曼 谁才是小伙伴们心里 打反派威胁最大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补充讨论哦 本视频与娱乐为主 不具备任何权威心 小伙伴们切磨当真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